的VBA,他的執行是因為我們按了按鈕,他才去執行 可是如果你不希望他按鈕就被執行的話 這邊你可能會需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在GeoBasic裡面 在專案裡面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專案 跟名稱一樣,這是VBA Project,裡面會有固定的物件 那物件呢會跟著你有幾個工作表 他會自動幫你產生這個工作表本身的對應物件 比如說我這邊是一個 查詢界面VBA 他就會對應一個 在 我們的專案底下 會有一個 對應的一個 這個工作 表名稱的物件 那請你注意一下,把它點兩下 程式寫在這裡 那寫什麼東西呢 當這個工作表 被改變的時候 他預設是 Selection Change 可是我們不是要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是選取區域改變 不是 所以請你把 Selection Change改成Change 然後把下面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把它刪除掉 不需要 所以呢意思就是說當這個物件 查詢 當他的工作表 有什麼 改變 的時候 這個就一個事件 改變嘛 就是Event 事件 那 他會用什麼方式來告訴我 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這個byValue 後面有個Target S Ranch 意思就是說呢 他會用Target 來告訴你 哪一個 儲存格 或範圍 被改變 所以呢 我只要判斷 如果那個Target 裡面的 位置 是 哪一個呢 其實只有一個嘛 這個C2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改變的話 我才去呼叫 剛剛那個程序就好了 所以程式的寫法是 其實只要三行 就搞定了 去 我想前面你也會寫 if if什麼呢 Target 你打個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 Target 點address 你Target點下去 然後出現address 這個指的是你哪個位置 等於什麼呢 等於 C2 C2的敘述 記得就是 不是打這樣 前後請你再加絕對的 這個符號 好 就是 C2這個儲存格 敘述方法一定要前後加前的符號 這個是邏輯 Then 然後做什麼事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因為有 if就會endif 做什麼呢 call call什麼 call那個查詢的那個 程序所以 在這邊你打一個查詢就可以了 因為剛剛我們有個程序叫查詢 那因為這個查詢的 程序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模組裡面 有沒有這個查詢 所以當他 call他的時候呢 他就跳到這邊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 在這裡 當這個 OK那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那因為 等一下跑一下就過去了會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試試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這個按鈕其實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可以把它剪掉 OK 當他change 變1的時候 好 那因為呢 我剛剛有故意設個中斷點 所以程序停在這裡 他會用什麼呢 會用那個 targeting address 這個屬性 告訴你說 裡面是不是 C2 是 接下來他怎麼樣 F8 call 查詢 那一樣嘛 call的話就跳到什麼 模組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查詢這個程序 又找到了 他就去做什麼 去比對 幫你把001抓出來 資料帶過來 所以底下的話都一樣 把他帶過來 就把中斷點拿掉了 好 那你會發現001又過來了 002 有沒有發現 其實還蠻流暢的 而且run起來 他基本上沒有 其實你沒有說 你也不知道說這裡面到底怎麼做的 而且 像前面的寫 寫完的方法 他裡面都有程式 都會有那個公式 在VBA裡面 他只會看到是最後的結果 因為是自動帶過來的 自動帶過來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主要如果你要 當這個儲 這個儲存格被改變的話 第一個 記得就是在 你的物件裡面找一下有沒有這個工作表物件 裡面的話呢 用worksheets裡面改成change 然後寫兩行程式就OK了 就是當他的address 是 c2的話 去呼架查詢 但是這邊可能還需要 去注意一件事 什麼事 後來同學問的 就是如果有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如果這裡面被delete的藥 那應該怎麼樣 應該其他也都delete的藥才對 那怎麼辦 我後來有多寫 就是寫在這裡 如果他是c2 可是呢 如果他又是空的話 那就幫我把其他也清空 反之 才去呼叫查詢 這樣會更完美 所以呢 這一段程式 感受是一樣 懶得打 就直接這樣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 這中間來 貼上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寫哪裡了 反正就是中間這一段是 本來只有 擴查詢 因為為了避免就是說 裡面當然程式會越寫越完完善 然後就把它清空 所以如果你寫了這個之後 再來 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 OK 比如說我剛剛有資料 那如果deleteer的電話會怎麼樣 有沒有一起清空 這樣感覺更好 幾乎 就沒什麼太多問題 甚至未來如果說你要橫向 比如現在是縱向一列嘛 你常常會遇到應該是 比如你輸入什麼東西 自動帶出其他欄的資料 那這個就可以派上用的 只是說我們把 方向 現在是縱向 你可以把它改成橫向 我想應該很多地方都會派上用場 來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地方主要就是 多講了一個 所謂的 工作表物件 當他 被 Change 的時候 Change 就是 只要是儲存格裡面 某一個儲存格改變 那你如果沒有判斷 變成每一個他都會去檢查 那當然我這邊 Target的只檢查 是不是 C2 未來如果說 你們要 比如說同一欄 當然你可以把那個Target的點 點什麼 點address 可以把它改成是 那個 或者是Target的點color 不是點address 可以把它點color 哪一欄 一整欄他都會檢查 這個 之前 都有 多講到 在其他地方 這個蠻進階的使用方法 但是其實也非常好用 哦